好,各位同学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主题是 Bread Template and Migration 相信上一次各位同学已经去 真实的跑过一遍怎么样去安装PHP Laravel 甚至我们有办法新增一个 Laravel的专案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些更细部的 PHP Laravel相关的事情 第一个部分是Bread Template 在Bread Template的部分 它主要是一个模板的概念 它透过模板能够帮我们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一个网站 在一个网站里面它有好几个网页 每一个网页它都长得大同小异 它基本上大部分的结构都是相同的 所以为了有办法让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模板变得更结构化 然后有一个是我们固定的结构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弹性生长的内部的内容这样子 那这里等一下会教大家怎么去实践 那第二个部分是Migration Migration的部分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资料库的版本控制 所以今天呢会轻微地带到怎么样透过PHP Laravel 来去使用我们的资料库 那今天主要要教大家的是 用Laravel跟Sequel Live来做一个沟通 OK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那第一个Bread Bread它是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它非常作用性非常强的一个模板概念这样子 那它在我们的Laravel帮我们节省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透过Bread 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网站基本的架构 这个架构呢拥有一个每一个网页它的基本元素这样子 那我们又可以因为不同的页面而有不同的样貌存在 OK 那首先呢我们现在要先去打这个Bread的这两边的程式 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两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是Resource底下的Views 底下的Layout 你可以看到一个是都是在Views底下 但是有一个是在Views里面的Layout里面的这个东西 那由此可见呢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东西 那这个比较小的东西呢 我们先把它创一个档案叫做App.Bread.php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模板 它定义好的一个基本模板 有一个HTML 一个Head 一个Body 那Body里面有Sidebar 然后里面又有Container OK 那右手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弹性的网页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去继承我们的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必须宣告说 我们要去继承 继承Layout底下的App 这个Layout底下的App 那就开始了 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打算把它叫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L是这个显示差异化的内容 它说AppName然后YaleTitle 对那 所以这样子的概念就是指说 哦我现在去呼叫的Section 我在右手边这里我去呼叫说 哦我是Yale的 我要去处理那个刚刚的Title那一个 那帮我把后面的这串字塞进来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的Child.Bread.php 我们会看到的是AppName 然后Post的号PageTitle 这样子概念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Section 我们会去定义说 诶每一个区块大概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那基本上它这里如果叫Parent的话 就是代表说 哦我们必须要除了它原本的这个区块的内容之外 我们还额外的去增加了我们的其他的内容进去 这样子 所以这是Parent的意思 那再来呢Section Content就是代表说 哦我会去呼叫在这里 说我要把这些东西呢塞进去 这样子那它等一下就会把我们这一串字去填满到这里 那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左手边这里是一个基本的弧干框架 那右手边呢是我们比较弹性的内容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试着做做看哦 OK 我们一样去开启一个命令提示资源 OK 那我们去到我们的桌面好了 我们有一个Practice的资料夹 好 我们先去到这个西朝的Desktop的Practice OK 那我们去CD 然后编辑贴上 好 到这里了之后呢 我们今天来开一个新的专案好了 OK 我们来开一个新的专案 怎么开一个新的专案 还记得吗 我们就用Laravel 然后New 这里呢我希望各位同学今天的课堂练习 你们是必须要缴交的 所以你们就帮我去开一个新的专案 叫做你们的学号 所以假设我今天的学号是B220504 这是我的学号 那我就按下去 好 那基本上呢它就会开始帮我运作 开始帮我长成我们的一个新的 Laravel专案这样子 对你可以看到它目前正在 新增我的专案 那上礼拜有些同学会表达说 他可能用Mac会有一些问题这样子 那基本上 我以前也是用Mac 但是因为我为了教学 我把所有的设备都改成Windows 所以如果Mac有同学的 有问题的同学 你们可能先尽量跟同学讨论 对那如果之后真的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透过信件 或者是透过目桌来问问题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一个资料夹 把一个Laravel的专案 已经新增完毕了 新增完之后帮我们到 CD到它的位置 就是CDM220504 CDM220504 好 好 弄错 CDB2005 220504 好 那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资料夹之后 我们用PHP Artisan 然后 等一下 在执行这个东西之前 我们必须先打一下 让它新增它的那一组密码 这样子 那一组 那一组Key这样子 Partisan 然后Key Key Generate 它就会帮我新增完那把钥匙 我再把Key 可能有地方打错 那他就帮我纠正 然后我们就 让它Key Generate 它就帮我新增完那把钥匙 新增完了之后呢 我們開啟我們的 Visual Studio 然後我們開啟我們的新的專案 開啟資料夾 然後這個 就把它打開 那我們就說信任 好 那這樣子基本上就已經把它開起來了 OK 開起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它要我們做的事情 它要我們做的事情是到 Views 底下的 Layout OK Views Resources 底下的 Views 然後這裡面呢我們要先去新增一個 Layout 資料夾 所以我們就新資料夾 Layout 新增完了之後我們要再新增一個檔案 App.black.php 新增完了之後 你們就幫我去 Excel 不是幫我去搜尋 我應該把這串網址貼上來 OK 到時候你們就可以根據這一串網址 然後去找到這一段的程式碼 OK 所以我們要去找的是 App.black 這一串 App.black 你們就可以Ctrl F就可以搜尋到 App.black 那我們就先把這一串呢 去貼到我們的 App.black裡面 對 這就跟剛剛跟大家解釋的東西是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完成了之後呢 我們再下一個是在views底下 他說要去新增一個child.black.php 好 那我們去新增一下 新增檔案 child.black.php OK 所以一個是在Layout底下的App 一個是在外面的 child OK 那child的就是在它下面這裡 這一段程式碼 然後一樣就把它貼上 好 那基本上這樣子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對 OK 但是到這裡之後呢 之前呢 請各位同學我們可能要先run一下它 這樣子 php.artisan.sep 好 我們來看一下 8000 好 一跑到這裡之後 這個顯然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還記不記得上次的話 好我們有用那個route 好 這裡 好 這裡 底下的web.php 那我們來開一下 比如說斜線 child 那就幫我去看child OK 好 那我們斜線child OK 你可以看到現在就可以看得到我們剛剛執行的成果 是child 是child的 然後它告訴我們什麼 this is the master sidebar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哪裏有 this is the master sidebar 是不是沒有在這裡 其實是因為我們這裡有去繼承了原本的parent 所以它會來這裡看 他說 this is the master sidebar OK this is the master sidebar 然後才去接到後面這一串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 this is my body content 對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child and Brad 我們是不是這裡的 有一個page title 這個page title呢 就會自動對應過來這裡 然後前面的app name呢 就是原本我模板的app name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說 我們在我們的route底下的web.php裡面 我們透過路由的方式 然後去指引到了child 那這個child呢 它是告訴我們說 它繼承的東西是另外一個模板 這個模板呢 是layout這個資料夾底下的app這個模板 那這個模板呢 有一個一定它的架構存在 那在這個架構存在的底下呢 我就一個一個去改 我想要改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 我在一個模板建置的過程之中 我必須要知道哪些東西是我等一下去更動的 那那個東西 那個地方我就必須上上yout 所以就是告訴別人說 我後續我可以再做一些修正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我告訴人家說 這裡有一個section 我告訴這個人yout 那後面的人他就可以去做更動 你看他在後面的時候他就可以去呼應說 喔我在title的部分 我要去加入這個東西 然後在sidebar的部分 我必須要去繼承我原本模板的那些文字 然後再加上我的這些東西這樣 然後在content的部分呢 我要把這串文字帶進去 所以他就真實的在去使用著我們這樣子的模板 那你看到這裡呢 就代表說 我們已經完成了這樣 那我們可以來再新增一下東西 比方說我可以用一個h3 Hello 我在模板新增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在這個chiles.bred.php裡面 一樣會去呈現這個東西 OK 所以 好啊 那今天如果說 我們要再新增一個可以嗎 也是可以的 我們可以在views底下 我們再新增另外一個檔案 新增檔案 那比如說我叫做test.brand.php OK 我們一樣是繼承這樣的模板 然後我就把這裡改成test test page 然後一樣在路由這邊呢 我們去加入一個 test ok 那我們就去跑跑看 有沒有看到 它這裡就改成test 然後這裡就改成test page 所以代表說我們可以用我們做好的一個模板 到處的去彈性的使用它 那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OK 好 那到這裡你們的bred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bred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再繼續往下來看 為什麼要去用bred 基本上就是希望把很多東西可以拆開 然後希望可以讓很多東西是有模板的 然後我們可以比較省事情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考量到一個問題是網站的維護性 過去我們習慣把整坨的網頁的程式碼都塞在一個檔案裡面 那點多我把css分開來這樣 分到別的檔案裡面去這樣 那我之後再引入那個外面的css 但是現在呢我們希望各位同學 可能去考量一下未來我們的團隊可能是大的 所以我們希望呢把一個meta的部分啊 放成一個檔案 css放成一個檔案 css放成一個檔案 navigation的一個檔案 footer的一個檔案 我們希望一個檔案一個檔案的 這樣子來做分拆喔 所以現在呢可能要請各位同學去你們的views底下的layout 好我們開始去檔 我們開始去檔可能有 css-bread 然後footer-bread-php 就一個一個把它檔起來這樣 好 那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layout OK 我們在這個layout底下呢 去新增一個一個的檔案 比方說第一個是cs-bread-php OK 然後再新增一個檔案 可能叫做footer-bread-php 好 那再新增一個檔案 可能叫做js-bread-php OK 然後再新增一個檔案 可能叫做meta-bread-php 然後再新增一個檔案 可能叫做navigation-net-bread-php OK 那差不多就是這幾個 一二三四五 我們多建了五個 那建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開始把那一個一個的模板放進來 OK 看它怎麼放 它用的一個方式是include 用include-layout.meta include-layout.css include-layout.net 然後include-layout.footer include-layout.js 基本上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include 然後代引號 然後代引號 類out.css 應該是先放meta 在include 然後 類out.css 然後在這裡 include 類out.net OK 這是 body的下方 include-layou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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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lit 基本上这样子应该就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们目前就是长得跟它一模一样这样 OK 所以我们把一二三四五通通都加进来了 那加进来了之后呢 我们其实现在是必须要去让它看一看 目前有没有成功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 这一面 目前是在Test的Page里面 它告诉我们说目前有错误 来看一下好像是有名字取错 哦 我都少了也是 要Layout OK 好 那基本上这样就跑出来了 那这样子没有问题了之后呢 来我们现在试着去 CSS这里更动好了 好我们去CSS 我们说H3 Color Red 好 叫做Style 忘记了这个 好 好 有没有看到它就变成红色了 那刚刚这是Test 那我们去看一下Child 是不是也变了 OK Child 它的基本上也变了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一个App.bread的这个概念呢 然后里面去多放了好几个纸区块 然后这一个一个的纸区块呢 未来我就可以分给不同的同仁做 如果今天你可能是关键字专场的 那Meta都给你负责 今天它可能是做前端比较美术方面的 那我们的Layout Digital TS都给你负责 我们就开始可以分一个一个的区块 那这时候就会比较好分工一点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主要要做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好 那接着呢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放入了CSS 然后却好像没有办法呈现在 那这里可能发生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那基本上呢它可能是在Compiling Access的部分出的问题 这是什么概念 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东西是 我们现在虽然在View里面做了这么多事情 但是真实跑出来的网页其实是在Public这里面 我们现在虽然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 哦 刚刚不好意思讲错了 就是说 我们虽然目前是在这个 Child跟Test里面有一个这样子弹性的模板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有时候在跑的时候 会发现说 CSS是什么跑不出来这样子 那事实上是因为 其实在PHP Laravel的世界里面 它是有一个功能是我们可以把很多的 不同的CSS的元素 不同的JavaScript的元素整合到同一个档案 比方说我今天可能有五个CSS 那我们可能可以整合到一个CSS 而且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是 越来越多的CSS的套件 或JavaScript套件 那基本上这些套件呢 它可能必须被重新编译过整理过的 那你可以看到像这里 我们常常看到的可能就是SARS SUSI这类的 那现在呢我们希望把这些 比较特殊的 比较新潮的CSS 去做一次同整性的打包 所以就是这个概念 那现在讲到这个打包的概念呢 它其实就是分成有一个概念是 我们有两个资料夹 那这两个资料夹呢 一个是打包后的 一个是原本的 原本的可能就是我们 Resource底下的CSS跟JavaScript 那原本Resource底下的CSS 它就是一个App.CSS 原本JS底下的App.JS 就是我们预算来源的JS 那其实在资源 应该是说在Resource底下的 这两个资料夹 它的这个档案 不一定等于我们的这两个档名 就你可能叫做 Test.CSS Man.CSS Web.CSS 或者是你其他的套件的CSS 可能都在这里 OK 这里可能有好几个 那这里的JavaScript可能也有好几个 可能有一些专门做动作的 那可能有些JavaScript是专门 你拿别人的套件的JavaScript 都在这里面 那现在呢 我们希望把Resource底下的 这两个资料夹 它的所有档案 都打包成一个App.CSS 然后所有的JS档案 都打包成一个App.JS OK 那但是它打包完了之后 它就不放在Resource底下的资料夹 它是放在Public 就是我们一般在网页正常在执行的时候 它会去到Public这边 去索取它所有的档案所有的资料 这样 那 这就是我刚刚讲错的地方 对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Public 就是这个 对我刚刚又没有打开Public 那Public呢 到时候我们透过PHP Laravel的一些功能 它可以帮我们原本的这个CSS 可能很多档案 全部打包带来到Public的资料夹 然后我们的JS很多的档案 帮我打包到我Public的资料夹 OK 好 那 这样子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再回到我们的简报来 那 要怎么去做打包 它其实就非常非常的麻烦 对 它其实牵扯到了一个Webpack 就是有一点把我的整个网页 做一个包裹的概念 那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 就在我们的PHP Laravel的专案 它自动的把我们生成了一个Webpack.mix.js 这基本上就是用我们的Laravel的Mix的功能 去帮我们完成这些事情 那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不傻傻 那没关系 再等一下 你再看一下 OK 首先在Webpack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有各式各样的Draverscript档 各式各样的CSS档 甚至图片档这样子 那这些档案呢 它其实会被打包变成一个JS 一个CSS 一个JPG 一个PMG 它是乖乖的放在那里这样 那它其实就是帮我们bundle了 这些素材这些资源这样 这就是Webpack的作用 那要去做到Webpack 可能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说 哇好麻烦哦 我做不到 好困难 那基本上呢 Laravel都帮我们把这些事情准备好了 它是说 Mix呢帮助我们很好的去最小化 去整理我们的CSS跟JavaScript的东西 帮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去清理掉一些东西 OK 然后帮助提供了一个优雅的API 这一个Laravel Mix它其实是一个优雅的API 它透过这些优雅的方式呢 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设定Webpack 所以即便我没有很懂怎么去弄Webpack 但是我可能可以透过Laravel 很快速的帮我去编译 刚刚的好多个CSS档 好多的JavaScript档这样子 OK 好 那现在呢 你们可以去到你的Webpack的Mix.js 来看看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WebpackMix 对 基本上它已经帮我们生成好这个东西了 那你可以看到resource底下的JS的APP.js 就是这个 底下的JS的APP.js 然后还有我的resource底下的JS的APP.css 那最后它们都会帮我编译进来Public.js 编译进来Public.css 它会分别的帮我编译这样子 这就是它的主要的作用 它都会帮我打包过去这样子 好 那讲到这里 因为我们可能要去用到一些Webpack相关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去安装Node.js 这样子 对它很麻烦 因为 呃 现在我们的电脑它干净的反而好处理 但是很多时候你慢慢越装越多套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套件都打架了这样子 OK 那你可能可以先去 我们先把这个 我另外开一个冰箱提示支援好了 你可以看一下你有没有安装了Node OK 那看来我是还没有安装 那你有没有安装NPM 也还没有安装 那没关系 为了Webpack 我们要去安装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能要先透过安装Node.js 然后它会顺带的帮我们夹带了NPM的这个东西这样子 Node.js 好 那进来呢 我们就去下载了这个18点 马上又新增了一个版本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点开来去做使用这样 好 那我们就按下一步这样 就一直让它下一步 基本上它就一个很简单的步骤 那我们就一直安装下去 那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要去Node.js的Command Prop 来查看这样子 好 那这里没问题了之后 来到了开始 这里有一个Node.js的Command Prop OK 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Node之V OK V18.1.0 那NPM Node.js OK 8.8.0 代表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东西都已经安装好了 你可以看到那个版本马上变的不一样这样子 好 那这里也没问题了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那现在呢 我们可能要回到我们的命运提示之源去 帮我打一下NPM Install OK npm install 用这个 源 去我们的blog打好了 我们去我们的这个资料夹 我先cd到那里 好 npm install 看一下 可能要重新打开一下 好 npm install 结果会不一样 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在安装好之前我已经打开这个mini提示支援了 事实上呢 这个mini提示支援因为他已经先开了所以他不知道 他就刚刚的状况而言他会告诉我说npm其实我们还没安装啊还没处理好这些东西 对那 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同学你mini提示支援要重新开启然后再去做一次这样子的设定 OK 好 那他可能会有时候会有一些错误但是这种错误基本上 不要 不用太在意 因为 这只是小问题而已 OK 那我们已经安装完了之后 现在请各位同学去打一个npm run watch npm run watch 那这个东西他基本上就是去监听档案看看我们有没有 刚刚那些打包的动作有没有一些更动这样子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 作业 好 他就去帮我监听了看看有没有更动 有更动哦 所以他就帮我去新增了一个 的app.jss css底下的app.css 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基本上应该是我们的public底下的app.css 跟jss底下的app.jss OK 他就帮我更新进来了这样 那 我的app.j app.css 因为刚刚这里是空的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resource底下去新增一下 我去新增一下h3 不是 点 这是css里面 太久没写都乱掉 h3color等于 aqua OK 好 你看我储存了他这里就通知了 拿回来这一看 也更新过来了 所以基本上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监听的状况 所以我在我的app.jss 或者是我的app.jss里面 resource底下的这个 这两个东西 无论我怎么动 他都会自动帮我更新到我的public底下 OK 那现在就是这样子一个 轮动的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color等于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 奇怪的紫色 好然后再回去看app.jss 你看 它是一个联动的状况 那到这里呢 就代表说 我们刚刚的webpack 已经完成了 他已经有办法顺利的帮我们做这些打包了 OK 好 OK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代表说我已经安装成功了这样子 这几页都在 讲这些的事情 OK 那 我们回来到我们的 这里去看一下好了 OK 那 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说 奇怪我的 css 怎么没有被更动 我刚刚不是有换了一个 批要一个 奇怪的紫色吗 对那 其实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 app.jss 我们的模板底下多增加这个东西 他才有办法帮我自动连接到 public底下的 css 资料夹的app.jss OK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去 6号的 我们都看到都 花掉了 就是 oh 说 说就是档案太多 真的会搞到花掉这样子 所以 你们如果在做的时候你发现说 今天有一个动作 为什么没有跑出来 那你可能要先去检视一下前面 测试前面少做了哪一个步骤 这样子 这下的app 电线 OK 好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 有没有看到 这个变aqua的颜色 这变紫色 这代表我们现在的这个东西 有去联动到我们最新的css 那这就是目前的这个状况 OK OK 那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 因为这里其实前半部主要是在跟大家讲说 哇你怎么样把你的网站进行一个拆解 然后拆解之后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区块 那几个区块完了之后呢 我们怎么样去打包我们的css 怎么样去打包我们javascript 打包完了之后我们怎么样让目前最新的网页去联动到 我们打包完成的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档案 这样子 OK 那 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有下一个影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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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